兄弟老婆出轨被抓现行 伤心欲绝地跟我哭诉说 羡慕我和柳如烟的十年真爱 然而下一秒 我却听见隔壁房间 传来了暧昧的调情声 那声音我听了整整十年 华成辉都不会认错 圈子里最后一对模范夫妻 彻底崩塌 后来我美人在怀 儿女双全 她却沦为了朋友间的笑柄 城战孩子都生俩了 某些人还难忘初恋呢 七夕这一天还没下班 我就接到了兄弟的电话 兄弟在电话那头气不成声 求我帮他个忙 我匆匆赶到他所在的地点 却发现是一家星级宾馆 颇为老套的剧情 婚变 出轨 抓现行 我陪着兄弟破门而入 看着他老婆跟一个面嫩白净的小男孩 在床上翻滚缠绵 大汗淋漓 兄弟老婆和男小三被我们的闯入 吓得失魂落魄 哭着跪在兄弟脚下认错求饶 兄弟冷着脸拍了照 让他们滚 可当那对狗男女出了门 兄弟却再也撑不住架子 嚎哭着跪倒在地 老成 十年 十年了 咱们圈子里离婚的离婚 分手的分手 我以为我和他能白头偕老 却没想到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我看着痛彻心扉的兄弟 心中也一阵酸楚 我和他是大学室友 四年间关系好的相亲兄弟 大大学毕业时 我们寝室四个人 一起娶到了心爱的女生 一时间在同学朋友间传为佳话 如今 十年过去 另外两队都已经离婚 物是人非了 没想到今天这一队的结局更加惨烈 我知道兄弟是动了真情 用了真心 如今才会这么痛苦难过 兄弟握住我的手 哭得满脸泪痕 老程 咱们四对儿现在就剩你和如烟了 我真羡慕你 找了一个那么爱你的老婆 你们一定要走到最后 你们的十年真爱 是我对爱情最后的期望了 我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无声的安慰 我和如烟 的确是圈子里令人新鲜的一对 我是个慢热的人 一开始我们之间是如烟主动追求的我 他会每天到我的班级蹭客 坐在我身边 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我 他会站在男生宿舍楼下一整天 只为了见我一面 他会因为我没有回应 半夜哭着打电话给我 问我为什么不喜欢他 柳如烟家境优越 长得也漂亮 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而我那时候只是一个穷小子 空有一个法律系高冷男神的头衔 那里其实自卑得很 被纠缠到最后 我满心疑惑地问他 柳如烟 学校里那么多男人 你为什么缠着我不放 那天午后 盛夏炙热的阳光下 柳如烟第一次做出了破格行为 他搂住我的腰 不管不顾地一口亲在了我的下巴上 成战 我就是喜欢你这根木头 我承认那一刻我动心了 少女的爱恋让我就此沦陷 我和柳如烟确定了恋爱关系 大学毕业顺理成章步入了婚姻殿堂 至今已经走过了第十个年头 十年间 我们吵过闹过争执过 可我们从没有考虑过分开 这么多年来 我们早已成为对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每次聚会 同学们都会打去 不是我说你们俩 都老浮老气的了 能不能别这么腻碗 真是的 还没吃饭呢 吃你俩的狗粮都吃饱了 每当这个时候 如烟都会靠在我怀里 扬着下巴一脸骄傲 怎么样 我就是喜欢成战 再过一百年我还是喜欢他 而我只能不好意思地垂下头 眼眸中只他一个人 忽然 宾馆隔壁房间传来了一阵暧昧的声音 我安慰兄弟的手顿时一僵 在听见这个声音的瞬间如坠冰枯 今天早上 这个声音还在我耳边低声呢喃 老公 不要去上班好不好 我不想离开你 这是柳如烟的声音 话成辉我都不会认错 宾馆隔音并不好 更显得隔壁的声音放浪刺耳 我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妻子 在那个陌生男人身下 发出羞耻的调情声 燕泽 燕泽 你好棒 之后是男人轻挑的调笑 是我厉害 还是你老公厉害 你厉害 你比城战厉害一万倍 之后两个人说了 更加难以入耳的话 可我已经听不清了 刺耳的嗡鸣声响起 我整个人像被扔进了 无边无际的海水里 不过短短几分钟 我就几乎要窒息了 兄弟脸色比我还难看 气得嘴唇发抖 低声咒骂 操 这对狗男女 老子去掀翻了他们 他说完就要往外走 却被我猛地扑上去 一把拉了回来 别去 不要去说完 我再也支撑不住 踉呛了一下 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我怎么能去 像兄弟对他老婆那样 把自己的老婆 和别的男人堵在床上 看着他们赤身裸体 丢脸难堪 我要怎么面对 我要怎么接受 那个人是柳如烟啊 是我珍惜了十年 爱中了十年的柳如烟啊 滚烫的眼泪终于绝了体 顺着眼角大滴大滴地滑落 我怕被隔壁听见 跪在地上无声地痛哭着 兄弟伸手扶住我 眼眶也红了 老成 这世界上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两条腿的女人多得是 你别太钻扭脚尖 我伸手捂住脸 把所有的难过与不甘 统统验回心底 两条腿的女人 的确多的是 可是柳如烟 只有那一个 而那个柳如烟 从今以后不再属于我了 二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开的车 回的家 当我走进客厅时 已经是后半夜了 沙发上的向日葵抱枕 一如往常地朝我张着笑脸 那是柳如烟最喜欢的抱枕 她说每次回到家 看到这个向日葵 心情就会变得很好 可为什么这一次我感觉不到 茶几上放着的花 是我昨天买给她的 因为今天是七夕 明明往常都能活一个星期的花 今天却都突然凋谢了 仿佛一切都预照着我们的婚姻 明明一切都似乎没变 却忽然就走到了尽头 我行尸走肉般走进客厅 摊坐在沙发上 胸口剧烈的疼痛 让我下意识把身体缩成了一团 迷迷糊糊间竟然就这么睡着了 整整一夜 我做了无数个噩梦 每个噩梦都是同一个结局 直到第二天清晨 我被阳光晒醒 我才发现 柳如烟竟然彻夜未归 我嘲讽地挑起嘴角 多么讽刺啊 被所有亲朋好友 一致认为感情恩爱的模范夫妻 竟然在栖息这天夜不归宿 忽然 门被打开 发似凌乱的柳如烟 轻手轻脚地从门外走了进来 看见坐在沙发上的我的瞬间 柳如烟的脸色 瞬间变得有些慌乱 她勉强撑起嘴角笑了笑 老公 你怎么睡在沙发上啊 我静静地看着她 没有说话 柳如烟缓步走过来 她似乎没有发现 她的脖子上 还留着昨晚清热过后的暧昧痕迹 她故作自然地坐在我身边 讨好地搂住我的脖子 老公 我们几个闺蜜 昨晚一起出去玩了 害过头就睡在外面了 我给你发了微信的 你没看到吗 我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两下 声音嘶哑 没看到怪不得那柳如烟笑着 在我脸上亲了一口 我亲爱的程老师 是不是因为七夕 我没陪你生气了 好吗好吗 我今天一直都陪着你好不好 忽然 柳如烟笑着 哄我的声音 和宾馆里那个放荡的声音 合二为一 我顿时觉得一阵恶心 猛地甩开她的手 差点吐了出来 柳如烟似乎被我吓到了 傻傻地看着我 老公 你怎么了 我转头看向窗外 不敢直视她的脸 我突然想到学校还有个课题要做 我先走了说完 我逃也湿地跑出了门 好像身后有什么洪水猛受追赶 我慌乱地跑到楼梯间 顺着墙壁屋里地滑坐在地上 把脸深深埋在手臂里 压抑而疯狂地流着泪 柳如烟 我好恨你 为什么你要毁了我们的家 毁了我们一起努力 经营了十年的爱情 可是柳如烟 我更恨我自己 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 还是忍不住爱你 三 休息日 学校的教室办公室里空空的 我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呆呆地看着窗外明媚的阳光 脑子里纷乱地想着 这两天发生的一切 燕泽 这个名字很耳熟 我忽然想起来 柳如烟他们公司 新来的那个毕业生 好像叫 段燕泽 我之所以对这个名字有印象 是因为柳如烟半年之前 突然开始跟我频繁吐槽 段燕泽是不是有病 这么简单的案子 还要我跟他一起做 简直是耽误我的时间 我真是够了 段燕泽是不是老总的亲戚啊 工作能力那么差 公司为什么要招这种人 真烦人 每天看他就烦 柳如烟性格骄纵 脾气不好 在公司里 也经常说话 不给人留面子 那时候 我怕他得罪人 还经常劝他 不要跟新来的小孩 一般见识 几个月之后 他确实不再骂 甚至不再提 那个段燕泽了 我还以为 我的劝说起了效果 心里挺安慰 没想到 是一些事情 在我没注意到的地方 悄然发生了变化 忽然 窗外的瓶颈 被一阵争吵声打破 我下意识看过去 才发现原来是一对小情侣 吵了架 男生气呼呼地站在原地 女生也气鼓鼓地瞪着她 瞪着瞪着 两个人突然就忍不住一起笑了出来 男生又生气又不舍地轻轻拧了女生的脸一下 无奈地开了口 下次再这样 我真的就不原谅你了 女孩凑上去 在她脸上轻轻轻了一下 好了 我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最后一次 再原谅我最后一次 好嘛 我心中一动 思绪就这么回到了十年前 那时我和柳如烟都刚刚毕业 我选择留校做老师 而她决定进社会找工作 那时候我们刚结婚 日子过得很苦 为了省钱 她每天在公司都不吃午餐 就这么骗了我一个月 把自己熬进了医院 我守在她床边 心疼得近乎脚痛 那时的我也是这么吓唬她 柳如烟 下次你再敢这样 我真的会生气 我绝对不会原谅你 躺在病床里的柳如烟 捧着我的手撒娇地轻了一下 笑着点头 遵命了 程老师 我再也不干了 最后一次 再原谅我最后一次好不好 曾经的甜蜜言由在耳 我捂着刺痛的胸口 绝望地闭上眼 柳如烟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你能就此断了和那个男人的关系 我愿意当作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我向我们的十年妥协了 四 然而当我赶回家 打算跟柳如烟 好好谈谈时 家里却空无一人 我掏出手机 拨通了她的电话 柳如烟 你在哪 电话那头的柳如烟 声音有些不自在 刚才公司忽然说 有一个案子需要我过来对接一下 我就临时出来了 有什么事吗 老公 我顿了顿 还没开口 那边忽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燕姐 你来帮我看一下这块 我怎么都弄不好 你不要再打电话了好不好 不是说好了陪我的吗 我认出了这个声音 是段燕泽 柳如烟应了一声 有些抱歉地开了口 老公 我这边真的临时有急事 忙完了我就回去 好不好 不好 我毫无预兆地打断她 我要你现在立刻回家 我有很重要的是 要跟你说 柳如烟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成战 你不要胡闹好不好 我们都已经这个岁数了 你忽然耍什么脾气 柳如烟 我的声音一直不住地颤抖着 回家来 只要你回家 我什么都答应你 然而回答我的 却是她冷漠地拒绝 成战 我这里真的走不开 有什么事 等我晚上回家再说吧 电话挂断 嘟嘟的盲音像是一道判决 宣判了这段婚姻的死刑 柳如烟 你真的好狠 连老天爷都给了我们最后一次机会 你却这样轻易放弃了 我握着手机的手 垂下右抬起 最终拨通了一个号码 陈律师 麻烦你帮我 曹你一份离婚协议 对 我要离婚舞 我不知道这一整天 我是怎么度过的 只是这几天 原本缠着我的窒息似乎渐渐消失了 我静静坐在沙发上 茶几上放着陈律师送来的离婚协议书 书上说的没错 情绪是消耗品 越是激烈的情绪 能够持续的时间也就越短 不过几天时间 我已经从一开始的痛苦绝望 难以接受 到现在能够尽量平静地接受这一切了 天黑下来的瞬间 我收到了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视频 视频里 那个我无比熟悉的身影 被人压在办公桌上肆意索取 视频下跟着一句话 程老师 君子有成人之美 该让位置的时候 还是让开得好 我平静地点击保存视频 然后关闭了手机 后半夜一点 在外面撕混了一天的柳如烟 终于回了家 和我四目相对的瞬间 柳如烟的脸上闪过一丝心虚 人都说心虚的人会率先发现 果然柳如烟先发致人地动了气 程湛 我真是不知道你到底怎么了 我们都是成年人 都有自己的事业和工作 难道要我把所有事都推了 陪在你身边吗 你不觉得你这样太让人窒息了吗 你现在摆这张冷脸给谁看 而我看着他恼羞成怒的样子 只觉得好笑 爱你的时候 恨不得一天24小时 守在你身边 看着你 等着你 不爱的时候就变成了窒息 为什么有些人 可以在爱情里这么任性妄为 不负责任 可是我现在已经不想跟他争辩这些了 对我来说 谁是谁非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伸手把桌面上的离婚协议 往前推了推 低声开口 签了把柳如烟疑惑地拿起了那张纸 在看清纸上内容的瞬间 彻底僵在了原地 死一般的沉默后 柳如烟抖着唇开了口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静静地看着他 看不懂吗 咱们离婚吧 柳如烟 如你所愿 你自由了溜 我这句话出口 柳如烟脸色的血色瞬间退去 他浑身都克制不住地颤抖 不停地追问 程寨 你疯了 你在说什么 好端端地说什么离婚 婚姻对你来说是什么 就这么儿戏吗 多么好听 多么冠冕堂皇的说辞 如果不是我亲耳听到 亲眼看到 就连我自己都以为是我的错了 想到这 我忍不住自嘲地笑了笑 柳如烟 七夕那天晚上 你在哪 柳如烟一顿 随即立即解释道 我不是说了吗 我跟一群闺蜜 在KTV待了一整宿 当时妙妙他们也在 我现在就可以给他们打电话 我看着他信誓旦旦的脸 一字一句地低声道 那天晚上 老方让我陪他去丽华酒店 抓他老婆出轨的现行 他老婆在1203房间 被我们抓了的正着柳如烟 你猜猜看 旁边房间是谁 柳如烟的脸彻底僵住了 他惊讶地看着我 眼底充满了恐惧 接着 我掏出手机 把段燕泽发给我的视频调了出来 点击播放 激烈暧昧的声音 顿时在室内响起 我把手机对到柳如烟面前 一字一句地问道 柳如烟 那句话送给你自己吧 婚姻对你来说 到底算什么 不 不是这样的 不要 柳如烟的眼泪速速落下 他扑通一声跪在了我脚边 死死抱着我的大腿 他的眼泪透过我的西装裤 像是滚烫的岩浆 闹着我的皮肤 那么疼 却让我更清醒 够了 柳如烟 最后一步就给彼此个体面吧 柳如烟去抱着我不停地摇头 声音嘶哑地痛哭着 我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离婚 老公 是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我鬼迷心窍 我发了疯 可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心里只有你 我爱的人一直是你啊 咱们恋爱这么多年 结婚十年 这么多年的感情 难道你就不能原谅我一次吗 难道你真的要因为这一次就判我死刑吗 成战 成战 你看看我 你就原谅我这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 好不好 我垂头看着他满脸的蹊跡 心中却犯不起一丝波澜 柳如烟 我给过你机会 是你自己放弃的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 跟你说只要你现在回来 我什么都答应你 那时候我已经做好了原谅一切的准备 只要你回到我身边 我愿意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愿意向你 向我们十年的感情妥协 可你呢 你放弃了 你跟那个男人在办公室私混 还心甘情愿被人拍下视频 柳如烟 我们无路可走了 不 不是这样的 柳如烟哭得撕心裂肺 我被他诱惑了 那天我们都喝了酒 我一时没把持住 才跟他发生了关系 你相信我 成战 我那么喜欢你 那么爱你 我真的是一时行差踏错 我不是故意的 为什么每个出轨的人 都会给自己找出无数的理由 我喝醉了 我生病了 我被引诱了 我是被逼的 可是你能醉一次 醉两次 难道能醉一百次 爱情是世界上 最柔不得沙子的东西 只要被背叛一次 彼此间的信任 就会荡然无存 即使我这次原谅了他 今后的每分每秒 我也都会活在怀疑里 我会变得多疑 逆怒 甚至不可理喻 明明错的人不是我 我却依然要接受折磨和惩罚 我不想变成那样 更不想过那样的人生 于是长久的沉默后 我还是坚决地摇了摇头 柳如烟 真的算了 别让我们十年的感情变得不堪 走到相看两眼的那一步 如果你对我有一丝感情 离婚吧 直到此刻 柳如烟才忽然意识到 我真的下定决心 要跟他离婚 他看向我的眼神里 终于被绝望要满 无力地跪坐在了地上 我和他相恋十三年 结婚十年 他了解我 他知道什么时候撒娇有用 什么时候道歉有用 他也知道 对现在的我来说 一切都已经没有意义了 因为我是真的 不要他了 七 当天晚上 我只身离开了生活了十年的假 一个人在酒吧 喝了一杯又一杯酒 即使在洒脱 过往的记忆 还是让我胸口不自觉地刺痛 就算是一种阶段反应吧 毕竟这段感情 占了我过去人生 几乎一半的分量 不仅是过去的十年 今后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一辈子 我早已经把它计划 到了我未来的每一天里 我期待着和他举案齐眉 白头到老 我希望在这个如今 已经没有真爱的世界上 跟他成为那个另类 那个唯一 为此 我付出了我的一切努力 我拒绝了所有对我表示过 哪怕一点好感的女性 断绝了和同事们的无效社交 甚至我疏远了 一直守护着我的发小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 因为为了柳如烟 一切都值得 我也相信 柳如烟会为我付出 同样的努力 我以为我和她 是永远的双向奔赴 没想到 这条路上 一直都只有我一个人 孤独地向前奔跑 柳如烟 从来都不是我的同路人 辛辣的酒 顺着食道滑落 枪得我剧烈咳嗽起来 身边的食客都嫌弃地让开 怕被我弄脏衣服 然而 就在我最狼狈的时候 一双熟悉的手 忽然扶住了我的胳膊 我惊讶地抬起头 施染的身影 就这么映入我的眼底 在这个认识我30年的人面前 我一切情绪无所遁形 强忍了许久的痛苦 在这个瞬间彻底爆发 滚烫的眼泪顺着眼角滑落 我哽咽地换她的名字 小染 食染的眼睛也红了 可是她什么都没有问 只是轻轻搂住我的肩膀 温和地把我抱进怀里 我的眼泪湿透了她的衣服 她像一个隔离站 把我和周围的一切隔开 在这个嘈杂的世界里 为我开辟出一个暂时安全的环境 让我能够彻底宣泄出所有的情绪 良久 她握住我的手腕 轻声开口 阿湛 回家了 巴 我没想到食染说的回家 是把我带回了她家 不过说来也对 现在这种情况 我实在没办法回爸妈家 让他们看着我这副样子 为我操心 我洗澡的功夫 食染给我煮了碗热腾腾的面 坐在餐桌前吃面的时候 我的情绪已经平复了很多 食染静静看着我 依然没有追问太多 只是让我吃了面好好睡一觉 我点点头 现在的我确实需要好好睡一觉 我原本以为在不熟悉的环境里 我会失眠 至少会难以入睡 可出乎意料的 我睡得很沉 睡了一个长长的好觉 这一次 我没有做噩梦 我跟学校请了假 在食染家整整休息了十天 这十天我关到了手机 完全不接触外界 每天就是看看书 教教话 那些繁杂痛苦的念头 竟然真的随着平静的生活 渐渐平复了 十年的感情 我用十天时间去消化 告别 这十天 食染一直安安静静地陪着我 他没有问一句 关于柳如烟的问题 因为他了解我 十天结束 第二天清晨 我穿好衣服 站在门口 食染看着我笑了 准备好去迎接新世界了吗 我胸口一暖 轻轻点了点头 是 小染 谢谢你 食染没有回应这句话 只是轻轻握了我的手 阿湛 很多时候 人的目光是很狭隘的 当你离得太近 专注于一件事物的时候 往往会一夜账目 忽略身边的很多美好 我知道你明白 我在说什么 我思索了一会儿 才点头 小染 给我点时间 当然 我已经等了很多年 不差这几天 走出十染家的大楼 阳光肆意漫洒在我身上 我看着周围的行人 车流和鲜花 忽然觉得面前的世界 真的焕然一新 那些我曾经没有注意到的事物 原来那么美好 可能过去的我 真的太狭隘了 而现在 新的生活真的来了 酒 我恢复了正常工作 一切都似乎没有变 只不过我的生命里 不再有柳如烟这个人 我开始回爸妈家住 爸妈没问什么 只在一天晚饭的时候 壮死自然地跟我说道 儿子 无论什么事 都没什么大不了的 爸妈永远支持你 我心里酸酸的 却更温暖 父母永远是我们 在这个世界上 最后的港湾和依靠 无论我走多久走多远 只要我回头 他们依然在原地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转眼就是两个月 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 我会在这种情况下 迎来一个不速之客 说起来 这是我和段燕泽的 第一次正式见面 对面的男孩儿 青春阳光 看起来不过二十出头的年纪 看见他的时候 我有一瞬间的恍惚 段燕泽竟然跟大学时期的 我非常相像 甚至那古冷冷的 巨傲的表情 都非常相似 此刻他正皱眉 怒视着我 程老师 玩不过就先排桌 不是君子所为吧 我简直被他逗笑了 首先 我不知道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其次 一个第三者插足的人渣 也有资格跟我讨论君子所为吗 我的话顿时激怒了段燕泽 他竟然趁我不备 冲上来罩着我的脸 就是狠狠一拳 程湛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你以为你用这些卑鄙手段 勾引燕姐 他就会跟你重归于好吗 我告诉你 你老了 你老了 燕姐现在喜欢的人是我 无论你做什么 他都不会再要你了 我平静地擦了擦嘴角 忍不住笑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 你跑来这里歇斯底里做什么呢 说完 我朝旁边的同事 摆摆手 报警警察很快到了现场 把段燕泽 靠回了派出所 而我作为被害人 和跟着回去做了笔录 时隔两个月 我终于在派出所 再次见到了柳如燕 他瘦了很多 看起来很憔悴 看见我的瞬间 他的眼泪 疏得落了下来 老公 你怎么样 那个王八蛋 有没有伤到你 我轻轻推开他的手 如燕 我已经不是你老公了 这么叫不合适 柳如燕的手 顿时僵在了半空中 我还没有签离婚协议 我摇摇头 别纠缠了 如果你再不签 我会起诉离婚这时 警察压着段燕泽 走了过来 谁都没有注意 柳如燕竟然快步走过去 左右开弓 狠狠给了段燕泽两个耳光 段燕泽 你算什么东西 你不过是我一时兴起 找乐子的玩物 你以为我对你有感情吗 你别做梦了 你毁了我的婚姻 你让成战离开我 我恨你 我恨你 我告诉你 我爱的人只有成战 这辈子都只有他一个人 段燕泽瞪大了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着柳如燕 他到现在都不明白 那个跟他在床上摆斑温存 说着爱他喜欢他的女人 为什么现在会对他说出这种话 他自以为的一见钟情 原来在柳如燕眼里是那么不堪 他发了疯似的挣脱了警察的束缚 冲过去紧紧握着柳如燕的肩膀 怒吼着质问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骗我 你爱的人是我 你说 你说啊 柳如燕用尽全力想要挣脱他的桎梏 扭打之间 柳如燕被段燕泽整个甩了出去 意外就这么发生了 柳如燕飞出去的瞬间 脑袋竟然磕在了坚硬的窗台上 警察连忙冲上去按住了段燕泽 强行把他押回了询问室 同时赶紧叫救护车 第一时间把柳如燕送进了医院 柳如燕颅脑损伤 入院治疗 而段燕泽则被检察院以故意伤害起诉 等待他的将是牢狱生活 谁都没有料到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最终会以此收场 十 半年后 柳如燕终于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 这场持续了十年的婚姻 也在这一刻彻底走到了尽头 这半年 石染一直默默陪在我身边 其实石染对我的心意 我一直都知道 初中时默默出现在我自行车框里的早餐 高中时特意为我准备的圣诞礼物 和每年生日准时准点的祝福 这样旷日持久的感情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也正是因为如此 我才会在和柳如燕在一起之后 故意疏远她 我知道 在我和柳如燕恩爱结婚的这些年里 石染过着怎样的日子 每次聚会 她都默默地看着我们 露出惋惜却又祝福的神情 那神情不止一次刺痛我 柳如燕其实说错了 我不是木头 我也有感觉 我也有难以抗拒的真情 尤其是在被狠狠伤害后 石染的温柔呵护就像一道光 照进我充满阴霾的人生里 她是我的救赎 是我平级土地中 重新郁郁绽放的花 在我将柳如燕 彻底剥离出心底的那天 我正是向石染告了白 这个从来不落泪的女孩 哭着扑进我怀里 我搂着她 在她的侧脸亲了亲 对不起 让你等了这么多年 太摇摇头 在我嘴角落下一吻 成湛 你知道的 为了你 我愿意等一辈子 十一 时光荏苒 从从而过 毕业十五周年的同学聚会上 我和石染带着三岁的女儿 一起出席了 圈子很小 而且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几乎所有的同学 都知道了我和柳如燕 婚变的事 因此这次聚会请了我 却并没有请柳如燕 没请也好 省得见面尴尬 然而就在所有人 都酒意上汉的时候 一个身影忽然出现在了门口 柳如燕穿着一件 纯白色连衣裙 施施然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所有人都忍不住 倒抽了一口凉气 因为柳如燕这个样子 赫然就是当年学校里 那个受人追捧的笑话模样 所有人都把目光投降了我 毕竟我是事件中的 另一个主角 我静静地坐着 把一颗草莓 塞进女儿嘴里 没有说话 柳如燕看了我一会儿 才缓步走过来 阿湛 好久不见了我点点头 确实柳如燕盯着我 眼睛一眨也不眨 阿湛 这几年你过得怎么样 不等我回答 他又笑了 我这句话问得多余了 谁都知道 你这几年美人在怀 现在还有了一个 这么可爱的女儿 日子自然是好的 让人羡慕 我只是在想 为什么我们结婚十年 我却没能给你生的孩子 真是惋惜 包厢里的同学们 顿时都变了脸色 今天我是带老婆孩子来的 无论当初柳如燕 跟我有多么深刻的感情 都不应该在这个场合 说出这种话 这不仅不合适 还是对我妻子的冒犯 我也沉下了脸色 低声道 如燕 说话要有分寸 别闹得大家都不愉快 柳如燕文言脸色顿时 一阵惨败 实然看不下去 伸手搂住我 阿湛 算了 不要这样 女儿困了 不如我们先走吧 实然此举 其实是在为柳如燕求情 怕她在同学面前 失态丢脸 可柳如燕却会错了意 以为她是故意 在自己面前秀恩爱 顿时立声道 不过就是给她生了的孩子 有什么可狭掰的 实然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这么多年来 你一直喜欢成战 我和她结婚的时候 你还哭了 你以为我没看见吗 你早就盼着我们离婚 你好趁机上位吧 现在你成功了 你满意了 柳如燕这话说得难听又伤人 我疼得站了起来 直直看向柳如燕 小冉一再点你留脸 可是你话越说越过分 我们离婚是谁一手造成的 我们的感情是谁亲手破坏的 难道是小冉吗 你要我在这里摊开来说吗 柳如燕的脸顿时一阵红一阵白 实然看不下去 再次拉住了我 低声对柳如燕说道 我承认 我是喜欢成战 我喜欢了她很多年 可是我扪心自问 你们结婚的时候 我是真心祝福的 因为成战是真的喜欢你 可是你为什么不珍惜她 柳如燕 很多时候错了就是错了 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人也不可能总是回头看 石染说完 轻轻扯了扯我的手 我没再看柳如燕一眼 抱着女儿转身 跟石染一同离开 十二 当天晚上 大学室友给我截了个图 是柳如燕的朋友圈 世界最珍贵的感情就是初恋 没有任何人能代替初恋的悸动 你永远比不上我 我一笑置之 没成想五分钟后 室友也发了一条朋友圈 成战孩子都生俩了 某些人还难忘初恋呢 这回我是真的没忍住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关掉手机 我伸手把石染捞进怀里 狠狠亲了一口 嗯 老婆孩子热炕头 什么初恋不初恋的 握在手里的才是幸福 全文完